神说吃善恶树上的果子,必定死,吃生命树的果子得永生。 世上所有人都渴求永生,但因善恶果的原因,没有人能挣脱死亡的枷锁,仍然生活在痛苦和忧愁之中,最终死去。 亚当和夏娃若不吃善恶果,或者从开始就没有善恶果,人类就不会被关在罪和死亡之下,为了脱离死亡的束缚,人们一直寻找。 在无信仰的世界中被认为是长生不死之药,人类最关心的,但是至今为止无人知晓的这两棵树的果子究竟是什么呢? 这里是四四读圣经,一天一章,伴你成长,今天我们一起来阅读真言第二十八章的内容,愿我们都成为饥渴慕义的人,因为他们必得饱足,是有福之人。 真言第二十八章,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,一人却胆壮像狮子,邦国因有罪过,君王就多更换,因有聪明知识的人,国必长存, 穷人欺压贫民,好像暴雨冲没粮食。 唯弃律法的,夸奖恶人,遵守律法的,却与恶人相争。 坏人不明白公义,唯有寻求耶和华的,无不明白。 行为纯正的穷乏人,胜过行事乖僻的富族人。 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,与贪食人作伴的,却羞辱其父。 人以厚利加增财物,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。 转而不听律法的,他的祈祷也为可增。 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,必掉在自己的坑里,唯有完全人,必承受福分。 富族人自以为有智慧,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。 一人得志,有大荣耀,恶人兴起,人就躲藏。 遮掩自己罪过的,必不亨通,承认离弃罪过的,必蒙连续。 长存敬畏的,便唯有福,心存刚硬的,必陷在祸患里。 暴虐的君王挟制平民,好像吼叫的狮子,觅食的熊。 无知的君多行暴虐,以贪财为可恨的,必年长日久。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,必往坑里奔跑,谁也不可拦阻他。 行动正直的,必蒙拯救,形势弯曲的,立时跌倒。 耕种自己田地的,必得宝石,追随虚浮的,足受穷罚。 诚实人必多的福,想要急速发财的,不免受罚。 看人的情面,乃为不好,人因一块饼王法,也为不好。 人有恶言,想要急速发财,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。 责备人的,后来蒙人喜悦,多于耐用舌头谗媚人的。 偷窃父母的说,这不是罪,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。 心中贪婉的,挑起争端,倚靠耶和华的,必得风欲。 心中自适的,便是愚昧人,凭智慧行事的,必蒙拯救。 周己贫穷的,不治缺乏,扬违不见的,必多受咒诅。 恶人兴起,人就躲藏,恶人败亡,亦人增多。 好了,以上是真言第二十八章的内容,如果想知道关于生命术的更多内容,请关注近期查经资料库。 耶稣爱你,我也爱你。